第557章 战壁 局势逆转 三大八阶战死 轮回朱棣开始陨落 戒雨之中 外来七阶帝尊甚至有人准备逃走了 太惊悚了 突然的变故让他们有些难以接受 眨眼间就死了几位八阶 死了多位七阶 而至尊和苍帝气息一路 他们才知这两人居然离开了 当然 此刻也没人关心这些了 只知道随着这两位八阶回归 原本二十多位七阶 其实还能一战的 可是 随着他们回归 气势压倒 二十多位七阶帝尊 大概也难其心抵挡了 逃 有人心中生起这样的念头 轮回戒雨之中 外来的十位七阶帝尊 真有人直接冲出了戒雨 趁着至尊他们还没回来 先逃走再说 光明帝尊倒是想拦下 可此刻 他一人 想拦下这么多帝尊 还是有些麻烦的 这时候 只能盯着几个不给他们逃走 主要还是对付轮回 此刻 不止这两处 四方域中 好像也爆发了战斗 不过隔着雷域 距离太远 附近区域的戒雨可能会在意 其他帝尊倒是不在乎了 强者们 此刻都在关心轮回戒雨的战争 各大事件 包括极兵事件 此刻 留守的八阶帝尊 也是面色俱变 不断传讯各方 是参战 还是如何 参战吗 这样的念头 刚浮现 就有戒雨出现了变故 八重天中 一方世界忽然暴动起来 大到动荡 下一刻 无数悲呼声响起 戒主 哄 动荡声传荡四方 一部分距离近的帝尊们都是变色 纷纷看向那边 有人意外震撼无比 怎会 那是八阶世界 和落之界 和落之主 陨落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如此 七重天中 一位位七阶之主 喃喃自语 面色惨白一片 这才几日 双子没了 轮回快没了 日月世界没了 猎土世界没了 而今 连和落之界也要没了 这些都是八阶大世界啊 十六座八阶大世界 奠定了东方的格局 可才短短几日 居然出现了如此多的变故 一位位八阶帝尊陨落 百万年未有之变 是雷狱方向 是四方狱 有强者感知到了一些情况 面色巨变 是雷狱内部爆发了战斗 那些人 去了四方狱 遭受了重创 又是四方狱 而这一刻 李昊他们 没心思管什么 四方狱了 也没心思去管其他八阶死不死了 死了三位八阶 可对方还有多位八阶 轮回四帝都在 那混沌八阶也在 还有五大八阶强者 个个都很彪悍 浮生除外 这些人 在轮回帝尊的带领下 此刻 也是爆发出强悍的实力 人亡一人虽强 之前还恢复到了巅峰 可随着轮回帝尊 不再遮掩四周 全力以赴 也是杀的人 王疯狂跌血倒退 此刻的轮回帝尊 面色难看到了极致 四方狱 就真的这么难缠吗 整个东方 八阶大世界 几乎都有强者参战了 一部分在这 一部分去了四方狱 而今却是各地都出现了颓势 那么多八阶帝尊 可是 死了多少了 眨眼间 内外死了四位八阶了 若非之前复活了几位 死得更多 算上双子宇宙 这么多八阶帝尊 居然都死了 环顾四周 忽然有些凄凉 人亡 雾山 稻奇 雷帝 这些都是八阶 李浩 二猫 空忌 森兰 包括迎越宇宙的道主联手 都堪比七阶 实力上 并未彻底被压制 甚至不落下风 可是 轮回介于再不管 可能会被彻底攻破了 他已经感知到了 死了好几位七阶帝尊了 而一些外来帝尊 在面临颓势的情况下 也开始顿逃了 实际上 此刻 还有机会的 他们虽然 死了几位八阶 可巅峰战力 还没彻底被击垮 这一刻 轮回帝尊 看向道飞的人亡 眼神不再愤怒 不再厌恶 只有平静 很难杀 这么多帝尊 为杀人亡 杀到了现在 都没杀死对方 手段太多 阴阳逆转 就是全部了吗 也许 还有 而那李浩 只掌时光 也许比八阶还要难杀 东方 已经溃败了 轮回帝尊什么也没说 这一刻 一拳打破天地 大到宇宙浮现 直接裂开 他冷冷看向四周 低喝一声 撤 回归轮回介域 想走 人亡虽然跌血 可此刻 却是抱吼一声 一刀斩出 要将他们阻拦下来 轮回居然要撤了 也是 八位八阶都没能杀死这群人 现在还少了三位 不撤 非要等至尊他们攻破轮回吗 那时候 就是真的送死了 李浩几人 也是纷纷出手阻拦 大到纵横 混沌爆炸 要将这些人阻拦下来 不能让他们撤走 可是 轮回帝尊 毕竟是顶级存在 而人亡 实际上此刻是外墙内须 早就到了极限 虽然还能继续一战 可面对轮回帝尊 也是难以匹敌 轮回一方 甚至还有机会翻盘 可是 本土丢失 他们战力受损 那时候 便可能是全军覆没了 就在此刻 李浩脸色微变 轮回撤就撤了 浮生不能走 他见到了自己的时光未来 他承受了那未来之人一见 感受到了那有序大道之力 一旦对方感悟一些 甚至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干扰现实不说 甚至可能会养虎为患 有序的大道之力 李浩也只是简单接触了一二 对方却是亲自体验了一件 但凡悟性高一些 甚至可能会走上另外一条大道 那就是天大的麻烦 所有人都可以活 浮生不行 甚至不能给对方复活的机会 此刻 轮回一方 还有五位八阶强者 浮生在最后 游离在外 也是唯一可能有机会被留下的帝尊 轮回帝尊要撤 通过大道宇宙离开 李浩这群人 很难留下他们 除非此刻龙主在这 可显然不会 而且 龙主真在这 对付谁 那不好说 李浩眼神冷漠 此刻 照样出手 只是 并没有那么凶狠 仿佛也不愿阻拦 任由他们离开 而不远处 人王骂骂咧咧 看样子也知道 难以留下他们 走在最后的浮生 此刻已经一脚 踏入了轮回宇宙 松了口气 好危险 快逃 再不走 他担心自己会再次死在这群人手中 而此刻 轮回帝尊也是警惕无比 开始封闭大道宇宙 当浮生跨入瞬间 大道宇宙裂缝开始闭合 他们要撤离了 人王他们不追击 更好 否则 还有些麻烦 正想着 忽然 后方李浩 陡然力声一吼 时光星辰浮现 天地好像逆转 时光好像倒流 一股时光之力 唯一作用在浮生身上 就那么一刹那 刚踏入大道宇宙的浮生帝尊 好像倒退了几步 一下子从大道宇宙中跌落出来 而大道宇宙裂缝 此刻也瞬间闭合 大道宇宙中 轮回帝尊微微变色 刚想开启大道宇宙 将浮生带入 身旁 一直没怎么吭声的 那位混沌八阶强者 忽然闷声道 走吧 真被拦下了 轮回介意不要了吗 十四位七阶 已经死了好几位了 这浮生 比得上那么多七阶吗 何况 此刻 这位混沌异族的八阶 也有些厌恶浮生 若非对方无能 没能破坏李浩的时光星辰 岂会造成眼下的局面 废物 诸队友 这样的人 死了更好 何必为了他一人 耽误时间 要知道 至尊和仓帝 马上就要抵达轮回世界 一旦两位八阶参战 也许 会导致轮回彻底崩溃 已经复活了浮生一次 轮回帝尊已经尽力了 轮回帝尊 脸色变换了一下 此刻 也感知到了大道宇宙的动荡 又有一位七阶帝尊陨落了 不能再耽误了 此刻开启大道宇宙 带走浮生 也许会被纠缠住 那就麻烦大了 心中叹息一声 浮生天赋不弱的 可惜了 只是 也难免有些愤怒 这废物东西 进入八阶 消耗了多少资源 加上之前复活 又消耗了多少资源 结果 对付李浩 还不是完整战力的李浩 居然被对方击退了 罢了罢了 轮回帝尊 头也不回 带着几位帝尊 迅速沿着大道宇宙 直奔轮回界域而去 而外面 浮生帝尊脸色惨白 一刹那 感受到了大道宇宙的离去 脸色一变 抱吼一声 界主 界主居然走了 他居然走了 他可是轮回帝尊的后裔 不是说 随意一位巴结 而是嫡系 否则 轮回帝尊 岂会为了复活他 付出大代价 可此刻 界主有能力留下来救走我的 我知时光 他知时光奥秘 他看到了一些东西 他甚至感受到了一些东西 此刻 体内甚至还蕴含一些未来之力 特殊的大道之力 一种规则之力 对八戒而言 一定具有极大的帮助 界主 你居然走了 哪怕丢下了轮回界域 也未必有这种规则之力重要 你知道吗 你会后悔的 浮生帝尊眼中 流露出一些疯狂和绝望 你们丢下了我 会后悔的 你们以为 我想这样吗 之前 换做你们也会被击退的 那是我的责任吗 他心中不甘心 愤怒 怨恨 这一刻 简直浓郁到了极致 无法去诉说 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 可失败了 不是我的错 为何 让我来承担 这一刻 他忽然冷笑一声 一股滔天之力 从身上浮现 大道之力 全部一散而出 李浩几人微微变色 自爆吗 浮生帝尊冷冷看着虚空动荡的方向 那是大道宇宙波动消失的方向 借主 你迟早会后悔的 此战 非我之过 带着愤怒和怨恨 浮生帝尊扭头看向李浩 眼神有些复杂 那一剑 到底是什么力量 他想知道 到了这一刻 他的确想知道 那一剑之力 你能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力量吗 一旁 人王持刀杀来 哈哈大笑 告诉你干嘛 等你复活泄密 让你死都不甘心 这就是人王 正常情况下 这种时候 他肯定不会满足敌人的 让你死都憋屈 而李浩 微微扬眉 却是想了想开口道 规则 他不是太清晰 但是大体上判断 是一种规则之力 至于复活泄密 哪有那么容易 何况 就算人人都知道 有序的规则之力更强 难道知道 就行了 我还知道 万道合一 就是无敌 就是九阶了 我知道了 有用吗 扶生帝尊喃喃一声 规则 下一刻 看向人王 带着一些释然 这家伙 就是个混蛋 他知道了也不会说 倒是正常 何况 你知道个屁 扶生帝尊笑了一声 下一刻 轰隆一声巨响 天崩地炼 主要力量 没有集中向李浩那边 而是集中于人王那边 一声巨响之下 人王倒飞而出 不断渴血 他本没有如此脆弱 可此刻 也到了极限 扶生这畜生 倒死了 居然不分散自爆 还要集中自爆 搞他一次 人王倒飞而出 骂骂咧咧 狗东西 真不是个东西 说吧 又哈哈大笑 就喜欢看他们这种讨厌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也没觉得不好 反而很开心 就喜欢你这样子 炸不死我 还非要炸我一次 老子是吃了点小亏 可你死了 死了都不爽 气死你 四周众人 纷纷看向人王 一时间 居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这 就是人王 再看李浩 一时间居然不好去判断 到底谁更大一些 人王 反而更像少年 而李浩 倒是有些迟暮之感 众人心情有些复杂 此刻 此刻 也是人人带伤在身 李浩吐了口气 杀死了扶生 倒是安心了一些 侧头看向人王 至尊那边 四大帝尊回归 都是八街 他们并未阻拦 此刻 人王哈哈笑道 没事 老子此次被打得这么惨 都是老张 那些家伙判断失误 觉得我不会死 差点被他们坑死 让他去斗一会 三大八街在 没那么快挂掉 何况 轮回帝尊 此刻还会和心我熬战吗 轮回戒狱 至尊和苍帝抵达的瞬间 几乎是同时 轮回帝尊也回来了 速度极快 有大道宇宙在 他们的速度 远比至尊他们赶路要快得多 虽说至尊和苍帝就在附近 可双方还是几乎同时抵达 而此刻 原本留守的七阶帝尊 足足有24位 可是 逃走了6位之多 剩下的18位七阶帝尊 此刻 只剩下了12位 就这么片刻 被心武和光明帝尊 斩杀了足足6位七阶帝尊 而轮回本身拥有的14位七阶 死了4位 上次复活了4位 又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轮回帝尊 瞬间抵达 而至尊也瞬间浮现 一声低喝 退 诸多心武帝尊 纷纷后撤 最前方 光头的秦凤卿 有些不满 一刀 没能将对手劈死 有幸继续干几刀 可眼看着四周浮现一股股巴结气息 虽然不怕死 可也不想死 嘴中也是骂骂咧咧的 该死的 方平他们居然没能牵制对手 而此刻的轮回帝尊 看向光明己人 眼神有些阴影 死了很多人 不止七阶帝尊 中低阶帝尊 死了数十位 这些都是根基 又朝着远处看去 虽然距离极远 可此刻 雷狱内部 好像也有剧烈波动 他看向至尊 眼神冰寒 语气却是不重 只是平淡道 东方立足 便在于十六八阶世界 而今 你等覆灭多座世界 东方实力大损 三方霸主 岂会轻易罢休 说吧 轻笑一声 看向身旁那位八阶帝尊 轻声道 此次 劳烦道友了 那八阶混沌兽 直到这一刻 才瞬间恢复本尊 一头巨大到无法目测的巨兽 那是一条鱼 或者说昆鹏 巨大无比的混沌兽 张开巨口 一口将轮回世界 吞入腹中 此刻 轮回帝尊 看向心武众人 再看四周 叹息一声 我轮回之界 东方霸主之路 今日 便彻底告一段落了 有些自嘲 却也有些感慨 看向四周 下一刻 一声令下 撤 去西方 轮回战败 我轮回一界 今日 便入西方 入混天之狱 下一刻 巨大无比的昆鹏 带着世界 在一群高阶帝尊的护送下 开始后撤 原本还想继续扎根东方的 可是 二斤情况不允许了 战败了 死了四位八阶 而且东方其他戒狱 这次恐怕也要遭受重创 到了这个地步 唯有撤离了 去西方 东方 也许他还会再回来的 可那时候 未必是以主人的身份了 此刻 心武朱棣 纷纷看向至尊 至尊却是微微摇头 对方站立还在 四位八阶 十多位七阶 真要继续熬战 等人王他们赶到 还有机会留下对方 可是 何必呢 真要死战到底 其他各界在参战 那今日可能就是 绝死之战了 他看向众人 喝道 打扫战场 另外 随我一起 清扫东方戒主 陨落各界 龙战 既然你也杀了八阶 那这些没了戒主的世界 我们心武就收了 此刻 哪怕还有多位八阶 坐镇各方 可死了戒主的世界 对方未必敢和心武抢夺 一瞬间 众人直奔远处的 和落之界而去 那边 之前死了一位八阶帝尊 四方域 八大八阶来袭 而龙战一方 只有四位八阶 龙战 红月 黑虎 以及刚晋级八阶的凤岩 然而 只有四位八阶的龙战一方 此刻 却是占据了优势 一条巨大无比的巨龙 金色巨龙 翱翔天地 一龙镇压了 三位八阶帝尊 那边 红月联手黑虎 凤岩也缠住了 其他几位八阶帝尊 一大群七阶帝尊 则是在外围助攻 围杀这些八阶 此刻 吉兵帝尊 兵封万里 强悍无边 却是依旧被压制了 怒吼一声 四周人族 为何不出手 绞杀这些混沌妖兽 马德 他也气炸了 这四方域的人族 难道很多都跑了 就剩下一群弱鸡了 数十位七阶帝尊 此刻 数十个七阶世界 就在外围 可是 他们熬战到了现在 明显龙战一方之前 不占据任何优势的 这时候反抗 是有很大机会 将这些家伙剿灭的 结果 没一个七阶参战 一个都没有 太出人预料了 不是说很遥远 就在附近 很快就能抵达 而且 不是一个两个 若是只有一两个 担心被波及杀死 哪怕死很正常 可是 几十位七阶帝尊 都在附近啊 一起出手 哪怕不对付龙战 将那些七阶帝尊围杀 也有绝对把握的 居然一个都没有 太让这些外围帝尊崩溃了 在他们看来 四方域的人族帝尊 还是很疯狂 很凶残的 参考星舞和银月 那是凶残无比的存在 为何 此地会是这样 龙战一统四方域 时间短暂无比 压根没有什么经营 为何没人反抗 混沌妖兽 那是吞噬人族的存在 不知道吗 他们极其敌噬人族 不知道吗 在外域 混沌兽 就是奴隶 哪有奴隶翻身做主的 外围 一群人族帝尊 此刻也是眼神复杂 但是的确没人出手 龙主威势太盛 这是其一 第二 这些外域来的家伙 本土不在这 打不过还能跑 他们呢 难道等着被清算 再说之前龙战虽然压迫他们 可是 也没灭了他们的传承和世界 再说 这一代的奉年帝尊 对人族相当友善 暗中还就过不少人 总之 这一刻 这些七阶帝尊 并不想参与其中 刺头 都走了 若是星舞 银月 光明 雷界这些世界还在 也许还能带动一下 可随着这些世界离去 敢反抗的七阶之主 早些时候被杀了一批 这时候 留下的 都不愿意掺火了 此刻 龙主也是龙音声响彻天地 震荡四方 以一敌三 依旧将三大八阶 帝尊镇压 巨眼冰冷 急冰 你胆子很大 我都没去找你们 你们居然还敢主动 入侵四方域 这胆子 真的大 指望这些七阶出手 怎么可能呢 四方域中 有野心的七阶 刺头的七阶 不是死了就是跑了 留下的 都是一群弱者懦夫 谁敢帮你 别说混沌一族还没败 真败了 都未必有人敢反抗 这时候的急冰帝尊 也是郁闷无比 甚至有些骑虎难下 怎么办 逃吗 还是 继续熬战下去 他甚至担心 再这么下去 外围的那些人族帝尊 会出手对付他们 和洛死了 死得很惨 并非被龙主所杀 而是被一群混沌兽 七阶的混沌兽 直接撕裂了 围杀而死 这么下去 他们可能也要不后尘了 这一刻 急冰帝尊 彻底放弃了 夺取四方域的心思 一咬牙 爆喝一声 撤 一位为帝尊 疯狂厮杀 开始撤离 龙战也不多说 带着混沌一族 一路追杀 此刻 这些家伙想撤离 可没那么简单 何况 还有雷狱作为壁垒 这些家伙 想安全离开雷狱 不留下几位 那可不行 他声音响撤四方 留下一位巴结 可免万年朝贡 令赏大道 结晶十亿 此刻 四周 一些人族帝尊 倒是蠢蠢欲动了 急兵诸位帝尊 愈家愈闷 疯狂顿逃 该死的 这鬼地方 这些懦弱的人族修士 居然听从一位 混沌畜生的命令 真是让人失望 还以为人人都如 星舞银月那般 结果 太高估他们了 很快 大追杀开始 带来的一些 七阶帝尊 不断陨落 落后一些 就被迅速围杀当场 而剩下的七位 八阶帝尊 此刻 也是疯狂逃命 一直到逃入了雷狱 龙战这才不再追杀 而是停下了脚步 此刻 恢复成了人形 朝外看去 默默感知着什么 眼中有些疑惑和凝重 外狱 又爆发战斗了 谁赢谁败了 他不清楚 只是疑惑 爆发得好快 李浩和方平那群人 太能招惹是非了 此战 这些外来的帝尊 七阶的几乎一个都没跑掉 八阶的 倒是几乎都跑了 身旁 凤言有些兴奋 龙主 不追杀出去吗 不 龙主摇头 看向雷狱 沉声道 外狱动荡不安 我混沌一族 而今只有数位八阶 东方区域 八阶世界十六座 八阶帝尊很多 真要联手 我们显然不敌 只是 现在还有十六座吗 双子没了 看样子 此次可能还要没一些 他回头看了一眼 远处的天方世界 很远 但是此刻 居然可以看清楚 天方 比之前更亮了 此次斩杀了大量帝尊 甚至还有八阶帝尊 就在天方附近 天方 好像汲取了不少大道之力 有些要马上复苏的征兆了 外界 伴随着轰鸣声 和洛一界 留守的几位七阶帝尊 被瞬间斩杀殆尽 大道宇宙 直接被剥夺 世界之力 被抽取一空 而此刻 人亡一群人 这才缓慢抵达 此刻的人亡 气喘吁吁 一脸恼怒 瞥了一眼至尊 至尊倒是没理他 没死就行 他看向后方的李浩众人 微微抱拳 多谢诸位相助了 这是李浩第一次 正面 或者说现实中 和新武至尊见面 此刻 看了一眼对方 白发苍苍 看起来先锋倒鼓 可记忆中的至尊 不是这样的 而是年轻无比 这是千年下来苍老了 还是 故意如此 差点没认出来 音乐李浩 见过前辈 李浩客套了一句 又看向身旁的张安 此刻 张安伤势都没痊愈 浑身黑漆漆的 看了一眼爷爷 早些年 他很怕自己的爷爷 此刻 却是没那么畏惧了 只是 也难免有些不愤 还没见面 就被爷爷坑了一次 差点被烧死了 这时候 见李浩看向自己 显然是觉得 自己肯定要回去了 张安却是不愿意 朝新武人群中 看了一眼 有些失望 没看到那位 又看了一眼 自己的爷爷 还有人群中的父亲 哥哥 妹妹 都成帝尊了 他也没说什么 只是朝爷爷点了点头 压得没提要回去的事 而至尊 看了一眼自己 那黑漆漆的孙子 笑了 笑得有些意味深长 胆子不小 当然 也好 在新武 被压制得太厉害 孙子很多年下来 别说帝尊 连天王都没跨入 而今 却是跨入了三阶帝尊层次 还算不错了 此刻 遇到亲戚的不止他们 还有天极 银月这边 人群后方的天极 也看到了自己的老父亲 同样 自己的老父亲 也在新武的后方 有些百无聊赖的样子 父子俩 对视一眼 隔空看到了彼此 却是很快 纷纷转移视线 你别看我 我不看你 咱父子俩 一人一边 死了一个 还能剩一个 再说了 躺平的人多了 太显眼 一边躺一个 没人会在意 父子俩都在这边躺着 那太显眼了 心照不宣 两父子 压根没相认 就这么隔空对视一眼 就完事了 亲戚 不少 比如李浩这边的利富海 父亲 老祖 都是帝尊 此刻 也在对面新武人群中 不过 好像都心照不宣一般 压根没人提及回归的事 而至尊 上下打量了一番李浩 又看了看几位八阶帝尊 最后看了看空记 此刻 空记倒是没当瞎子 自然认出了自己的老父亲 只是 不太好意思相认 他发现 李浩这边的人 都没认阻归宗 自己去认老父亲 合适吗 还是光明帝尊 自己先开口了 明堂 你七阶了 不错 空记有些尴尬 这才开口 父亲 说吧 又招耀阳几位帝尊 招呼了一声 各位舒白 接着 不知道该说啥了 说啥才好呢 两两相遇 此刻 却是有些气氛尴尬 这时候 李浩主动打断了众人的情绪 开口道 人王前辈 已经安然回归 我便不再叨扰了 此次爆发战斗 有些突兀 轮回已经撤离东方 东方混乱不堪 新武若是有意称霸东方 若是需要帮助 我们可以出手相助 至尊孝道 东方很大 其他三方很强 小友没想过 和我新武 一起称霸东方吗 那便算了 李浩摇头 我不善管理 我的这些朋友 也不喜欢拘束在一地 更喜欢流浪四方 大家都是为了兴趣爱好 为了道法 为了寻道 所以才聚在了一起 若是为了称霸 那当初留在四方域 也许会更安全一些 至尊健壮 也没多说 想了想 忽然手中浮现一本大道书 扔给李浩 笑道 此次 方平多亏你们相助 才没有出事 否则 我怕我会被其他人打死 既然你为问道而来 这大道书 是我这些年的一些感悟 未必有什么太大帮助 不过也可以参考一二 李浩有些震动 看了一眼至尊 至尊笑道 心武音乐 本就是一家 当然 哪怕分家了 也算是兄弟之帮 混沌很大 却也很小 可强者很多 南方春秋 北方五行 西方混天 而金轮回也去了西方 西方实力大涨 日后 必然还有一番龙争虎斗 后方还有龙战 东方未必是什么善地 你也好 我们也好 既然处于这个时代 便无可能有独善其身之法 此次 你们救下了方平 心武无以为报 大道书 便送小友了 一本大道书 至尊的大道书 非同小可 在李浩看来 可能比一方八阶大宇宙 可能都要珍贵 此刻 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也不用如此 昔日我银月走出新门 也多亏 就这样吧 至尊笑道 对了 此次我们攻破了河落 猎土 日月三界 击杀七阶地尊多人 他都没开口说完 那边 一只猫 一直好奇地盯着二猫 此刻 忽然一身爪子 爪子中 好像有一条超级巨大的鱼 他将大鱼往这边推 大眼中满是欢喜 二猫 送你的鱼 二猫本不想搭理它 可见它欢喜 又将一条大鱼推来 二猫其实认出来了 那是猎土之界 庞大无比 被大猫压缩了 那是一方八阶事件 这样的大鱼可不是一般的鱼了 二猫有些复杂 看了一眼大猫 嘀咕一声 我不吃鱼 大猫茫然 猫怎么会不吃鱼呢 两只几乎一模一样的猫 外人看来甚至难以分辨 此刻都聚集在这 在李浩看来 却是能一眼分出 谁是大猫 谁是二猫 不是实力 而是 气质 大猫 有些人王的街流子般的气质 又有些慵懒 有些单纯的感觉 一只八阶的猫 凶残无比的猫 却是给人一种 单纯无比的感觉 而二猫 反而看起来 更像是兄长一般 二猫没说什么 见大猫推动着大鱼 朝自己这边飞来 很快 那被压缩的世界 落在自己面前 二猫心情有些复杂 又嘀咕道 你自己吃吧 本猫还有好多 大猫好像很欢喜 又炫耀了一下自己的珍藏 面前仿佛浮现出一方鱼塘 的确有许多鱼在其中游动 而李浩看了一眼 眼神微动 没吭声 那居然 都是强大的帝尊 或者是世界化成 这大猫 果然如传闻一般 凶残无比 二猫前辈 苍帝一番好意 你便收下吧 李浩本不想掺和 此刻见苍帝有些无措 还是开口了 二猫文言 迟疑了一下 又看了看大猫 最后看了一眼人王 人王倒是一脸的无所谓 可二猫 还是说了一句 人王 大猫跟着你 是他的选择 也是你的选择 我本无意也无权说什么 可这些年 大猫杀戮太重 人王微微扬眉 笑了笑 看向二猫 胡说 猫不杀人 不打架 就是吊吊鱼罢了 说吧 看向二猫 看向李浩 笑了 李浩 二猫 还有雾山 雷帝 此次 你们救了我 便是人情 我方平 有恩必报 只是 你我追求 终究有些不同 路如何走 各有各路 咱们也不说虚话 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尽管开口 不过 倒也不用扎堆一起了 否则 时间一久 情分淡了 反而不好 此话一出 双方帝尊 都有些变色 心舞银月 此刻 都是强悍无比 双方各有八阶帝尊数人 七阶也有不少 联手之下 不说横扫东方 起码称霸东方 毫无难度 可人王这边 看样子并无此意 而李浩 好像也无此意 李浩吐了口气 点头 人王前辈所言即是 人王耿直 率真 而我 也不愿被他人主导 混沌就在这 人王前辈 若有所需 也可随时找我 喝酒喝茶 随时恭候 人王笑了 那就好 猎土世界 是大猫送的 二猫收下便是 昔日 在幻境之中 二猫你也帮了我 也帮了大猫 这是一点见面礼 也当谢礼 无需客气什么 老张的大道书 实际上也就那样 说吧 笑道 此次 所杀四位八阶帝尊 都是你们所杀 还是为了救我 战利品我就不要了 另外 李浩开口 不用其他了 足够了 我们如今 也无人需要 晋级八阶 留下这些 足够我银月晋级七阶了 多谢前辈成全 足够了 至于日月 和洛 都是他们自己 打下来的 杀死的那些七阶 也是星武杀死的 大家各分各的变形了 痛快 人王笑了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另外 我星武 近期可能会继续 清剿东方朱剑 虽说 称霸一方 不是目的 可既然出来了 总不能一直给人当小弟 我没这个习惯 你若想要东方 那我星武 再找区域立足 不用 李浩摇头 不过近期 我应该会在东方逗留一段时间 布置一些东西 完善道法 还希望前辈们成全 那个随你 人王也不多说 此刻 东方明明 还有大量世界 在二人口中 仿佛已经成了星武的 他们倒是决断的干脆 而光明帝尊 此刻有些郁闷了 我和我儿子 还没说几句话呢 还有 你们居然不合兵一处 说实话 他是有些不能理解的 双方都很强 但要说无敌天地 那不至于 真要那样 此次就不会被人围杀了 此刻合兵一处 也许更好 为何 非要分散呢 这一分散 我是去那边陪儿子呢 还是继续留下 他还在想着 空气倒是主动传音道 父亲 那我就先走了 光明世界诸地 还是先留在星武这边吧 星武肯定会扎根一地 不会一直流浪下去的 更适合父亲 而我 喜欢出去看看 走走 光明帝尊忍不住传音 你已在外多年 都到了七阶了 还不回家吗 不料 父亲 在这 我随心所欲 若是回归 和星武一起 星武虽好 可至尊 人亡这些人 会让我有些压力 我还是和浩月兄一起吧 光明帝尊无言 合着 我没压力吗 他正想说 空气再次传音 父亲还是跟着星武一起吧 父亲若是来了吟月 浩月兄也会不自在 你是我父亲 他是我朋友 朋友的父亲在 会让人尴尬的 草 你还是我儿子吗 光明帝尊 郁闷无比 合着 你是要朋友 不要爹了 不是个东西 这还是个男的 幸好你这狗东西 还没成家立业 否则 你眼中 还有我这个爹吗 这父子俩 暗中沟通了一番 而李浩 则是看向张安 传音道 张前辈 你就算不回去 原品武科大学 还有一批学员 包括一些古城修士 可能父母亲人 都在星武 还是安排一番吧 张安微微点头 又朝人群看了一眼 李浩也看了一眼 并未看到记忆中的人亡之魅 略显疑惑 也没多管 少了不少帝尊 不知 是在星武世界内部 还是出去了 也好 免得张安又受打击 山高路远 诸位前辈 那我先告辞了 李浩也不多说什么 又和张安说了几句 让他安排好了 随时可以去 中世界联盟城找自己 自己会在那边 逗留一段时间的 张安点了点头 他自己不回去 可一部分星武人 还是想回归的 自然要安排好了才行 很快 双方分道扬镳 看着他们离去 至尊看了一眼 许久 传言人亡道 这样的生活 是你期待的吗 人亡默默看着 过了一阵 才传言一句 自由自在是好 我倒是很期待 不过 自由一段时间也就够了 我和他不一样 这家伙 无情得很 至尊愣了一下 许久 点点头 没说什么 无情吗 没怎么看出来 不过人亡既然这么说了 也许便是如此吧 这家伙 看样子也浪够了 该回来了 第558章 万道之王 人亡评价 李浩无情 李浩却是从不这么觉得 当然 人最难看清的便是自己 李浩只是觉得 天下虽大 未必就要留在一地 四海为家 何处不能去 何处不能去 何处不能留 称霸东方 称霸混沌 又能如何 银月 一直跟在自己身边 这算无情吗 当然 就算不跟在自己身边 其实也没关系 安全就行 李浩对银月 有留恋 但是也没太多的不舍 天下无不散之言习 而今只是天下不平 银月无自保之力 所以 只能如此 若是有朝一日 能自保了 或如心武 无人王 也能立足混沌 为何非要留下呢 人王 倒是自己束缚了自己 当然 人王出门就狂 差点被人打死 回去找点安慰 倒是可以理解 他的师长 他的朋友 他的爱人 他的亲人 都可以给他一些安慰 武王也好 贱尊也好 还有人王后 都能安慰一下人王 仓帝也行 可银月 我若战败 谁能安慰我呢 在银月 早就无人可以给我一些安慰了 老师 也不行了 东方大乱 去中世界联盟城的路上 李浩穿梭天地 发现了无数世界 正在迁移 有混沌兽的 都在驾驭混沌兽挪移世界 没有混沌兽的 强者们 也在奋力拉扯世界 正在迁徙 原本分散的一些戒余 正在汇聚 一些七阶 甚至八阶世界 都开始寻求自保 东方乱了 甚至比其他三方 更乱 更可怕 短短十日 死了太多八阶帝尊 而今轮回都跑了 十六方八阶大世界 轮回 日月 猎土 河洛 双子都没了 其中 轮回 双子 日月 都是不止 一位八阶帝尊 排名靠前 而今 剩下的十一座八阶大世界 还有八阶帝尊十五人 这也是目前 整个东方已知的全部八阶了 排名第一的 正式成了吉兵世界 三位八阶坐镇 当然 前提是 去了四方域的两位吉兵帝尊 还能安全回归 星武这边 有人亡 苍帝 光明 至尊几位 加上此次 必然还有一些七阶晋级 一月成为东方第一势力 倒是理所当然了 不知不觉 走出四方域没几日 居然成了东方第一势力 也是可笑 而且 此次对方还拿下了河洛 日月两方大世界 纵然不能诞生新八阶 七阶必然会诞生不少 而李浩 这一次也有不小收获 杀死了足足四位八阶帝尊 浮生自爆了 可剩下的三位被杀死 大道之力几乎都存在着 二猫这边收到了大猫的礼物 猎土世界 还有至尊诵的大道书 应该不是原本 但是 必然也是厉害的纺制品了 其外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规则之力 是的 来自未来的规则之力 哪怕只是一丝丝 也足够了 对李浩而言 这是一种全新的力量 当然 现在应该也是存在的 但是 如何将现在这种无序之力 化为有序 自己也许会从中获得一些感悟 此战 大家都受伤了 不过对强者而言 不死 伤势不算大问题 老师差点被浮生拍死 现在也照样生龙活虎 人王被几位巴结 打得血肉全无 但是看样子 很快就能全部恢复 李浩这边 动用了不少时光之力 而金雷杰不再是威胁 不过时光用多了 寿元消耗的厉害 不值得 如今 李浩也有些感悟 时光是道 一种独特之道 时光是很强的道 为何每一次动用 都会消耗那么多的寿元之力 只能说 这时光之道 不是自己构造 不完全属于自己 所以 才需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若是自己的时光 应该不会如此 否则 哪有自己修炼出时光 最终被自己的道 好空了寿元的道理 何况 时光本就关系寿元 又岂会轻易好空 此次 突如其来的遭遇战 让李浩也有些反省 他虽入七阶 可如今而言 在七阶中 而不是技法 还有 那未来 用规则之力的人 又想到 那位未来之人 李浩陷入了沉思中 对方 是来自自己 还没构造的伪混沌吗 对方能修炼出规则之力 是否代表 规则之力 在自己构造混沌的时候 就诞生了呢 又说 自己为他留下了一些麻烦 什么麻烦 那人 到底是七阶还是八阶呢 从一剑击退浮生来看 是具备八阶之力的 但是 未必就是八阶 可能是七阶 因为隔着时空的关系 李浩也不好清晰判断 这么说 未来的伪混沌 能走到七八阶的地步吗 倒是有些不可思议 那此人 到底是未来自然诞生的生灵 还是说 自己想要挪移一些人过去 从这些人中诞生的呢 伪混沌的生命之源 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这一次 见到了那人 倒是坚定了李浩的心思 我可以成功 至于怎么成功 我虽然还不知道 但是我一定可以 而今 关键还是在于 怎么让这个伪混沌 诞生生命 用时光吗 一个个念头 充斥在李浩脑海中 此刻 身边众人 也都是无声无息 没人打扰李浩 很快 李浩醒悟 看向四周众人 想了想到 此次 收获了八阶尸体三具 一方八阶世界 二猫前辈的世界 乃是大猫送的 按理说 应该属于二猫自己 二猫翻了个白眼 按理说 这么说 你现在不准备按理说了 是的 李浩现在不准备按理说了 笑了笑道 二猫刚具现现实不久 八阶世界吞下去 也不会到八阶 没那么简单 所以现在吃了 很浪费 我先借用一段时间 二猫前辈觉得如何 二猫无言以对 半赏才道 随你 这家伙 李浩笑了起来 又道 不止这世界 三具尸体 也要全部拿走 此次 我想将迎越 正式晋升为七阶 众人倒是没意见 迎越正式跨入七阶 他们这边会多出两位七阶帝尊 而且还是这儿八经的双子七阶 还能融合的那种 不是一方世界诞生了两位七阶 只是 此刻 钱无量也好 红一堂也好 却是面色都有些变换 还是红一堂主动开口了 迎越想入七阶 目前来说 缺乏能量是一点 其二在于 我和钱无量 都没有太多的七阶感悟 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主动开口去拒绝李浩 他没再不吭声 而是拒绝了李浩的提议 直接道 我的想法是 袁老魔构建了道雨 其实 他缺乏能量 反而不缺乏感悟 此次 我建议 优先满足他 让他道雨扩张 完整七阶的晋级 李浩看向他 红一堂认真道 迎越其实吞噬了很多能量 未必缺乏多少能量 关键在于 我和钱无量两人自身 我们目前 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道雨构造之力 强行晋级七阶 说实话 未必有多大作用 反而是袁硕 他可以晋级七阶 说到这 又看向四周 主动道 剩下一部分能量 可以让所有低阶地尊 进入三阶 让中阶地尊 进入六阶 这两个阶段 都是能量的累积过程 我们应该学习心五 先在一个阶段 累积大量的强者 只要机会合适 人人都有机会跨越等级 心五就不缺晋级七阶的人 缺的只是一次机会 再剩下一些 应该优先满足你 满足你来构建 接下来的万道阁 填充你的一些开辟小剑 他很认真 再次提及自身感悟问题 我和钱无量 晋级太快了 七阶需要一次沉淀 原说不需要 因为他一直都在沉淀 他天赋也很强 比我们强 此次 你若是强行拔高我们 只是为了多两位 七阶帝尊的话 那我倒是没意见 可意义不大 这时候 钱无量也开口了 我在大离界 度过了百年时光 礼号一正 才百年吗 倒是不算太久啊 看样子 这一次封闭六阶世界 没有预期的效果好 可惜被自己提前打破了 再想封闭 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了 心中想着 倒是想听听他说什么 钱无量继续道 这百年来 我按照侯爷的吩咐 做了一些感悟 融入了当地 收获很大 可以正因为如此 我也知晓 我想进入七阶 正如红兄所言 还差一些累积 这一次 我也支持红兄的意见 红一堂撇了他一眼 以前这家伙 喊自己红院长 红前辈 这次倒是红兄了 这大离百年 钱无量倒是有些变化了 钱无量自己 也许都没感觉到 也比之前 少了那么一点 猥琐气息 倒是有点意思了 看样子 的确收获不小 这时候 乌山也开口道 我也觉得 这样不错 元寿道友 构建了自身道语 是有很大机会和概率 直入七阶的 你也需要完善自己的小剑 自从在龙域提升了一次 你好像没再完善自己的小剑 此次 倒是可以完善一些 营业的话 能自然晋级 那是最好的 他很少会插手李浩的安排 可此次 他也觉得 强行提升营业 意义不大 还不如让能晋级的元朔去晋级 也强大一下李浩自己 李浩现在的实力 很强 可在八阶陨落一堆的情况下 又不强了 而且此次 李浩和星武人王对话 那边的人王 至尊 都是八阶 李浩是很年轻 是他们的后辈 可在乌山眼中 也算是自己这边的核心灵魂人物 可是实力 却是差了一大截 这可不行 对话 是需要实力对等的 而今 实力并不对等 李浩倒是微微一正 他习惯了安排一些人 早些时候 还会征求大家意见 后来 倒是渐渐习惯了自己做主 主要是大家不再反对他的意见 已经很久了 他已经习惯了 此刻 一直不反对自己的红一堂 倒是率先反对了 连钱无量这个一直听话的家伙 都觉得红一堂有道理 李浩陷入了沉思 片刻后 笑了笑 点点头 也有道理 大家的意见 应该采纳一些 大家能聚在一起 本就是为了抱团取暖 更安全一些 更自由一些 大家都这么觉得 也许 是我想的太多了 钱无量这时候 倒是有些胆怯了 干咳一声 又道 不是反对侯爷 我们也希望变强 只是 明白 李浩笑了 你都沉淀百年了 做事说话 没必要如此小心 若是能靠你自己跨入七阶 那就更不一般了 钱无量尴尬 也不再说 李浩想了想 看向一旁的老师 袁硕见他看来 倒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点头 我也觉得 可以优先 让我进入七阶 放心 算我借的 我迟早会还 宁老还真不客气 李浩无言 袁硕也无言 我被人一巴掌打飞了 差点打死了 我干嘛还要客气 有啥好客气的 先欠着 回头挣钱了我再还 目前而言 他也觉得 自己跨入七阶 希望最大 没必要客气什么 胜了就还 实在没办法了 还不起了 你还 是的 养儿防老 养徒弟一个样 虽说自己这徒弟 现在厉害了 强大了 可是 收徒不就是为了老了 有个依靠吗 虽然这家伙 没怎么靠自己 他和李浩 可是从来不客气的 李浩失效 只好点头 那就这么安排吧 说吧 诱导 心无怎么做 我不管 若是对方有需要 我会帮忙 当然 大家怎么安排 我也不管 你们若是有兴趣 去参与 我也不会阻拦 接下来 我更多的精力 应该会放在万道 幻境的构造上 中世界联盟 若是不愿意合作 现在时机很好 我们就自己做 说吧 诱导 另外 轮回跑了 其他三方霸主 大概很快 也会知道 东方发生的事 后面还有个龙战虎视眈眈 其实东方的局势 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好 现在 是前有狼后有虎 但是各方想攻打东方 应该也不会那么快有决定 所以 会有一个短暂的和平期 说到这 李浩又看向众人 想了想到 我们对其他三方 几乎毫无了解 我现在有些想法 可能需要一些人 单独出行 去收集一些情报 了解一下各方事 说吧 迟疑了一下 诱导 还有 带一些虚界离去 构造时光长河之路 当然 只是定位用 目前 还有强者可以感知到 时光存在 所以 需要的时候 才会激发时光长河 这样一来 我们可以在整个混沌中 构造出最快 最方便的通讯体系 传送体系 未雨绸缪 我觉得 其他三方 也许也会将我们 当成敌人对待 是的 这一次 李浩有了一些想法 一切都源于这一次的 突兀之战 事先 谁也不知道 轮回头靠了混天 忽然带着大量巴结出现 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甚至心武至尊 都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对方 还是有些安排的 都如此 李浩这群人 几乎是走一步 看一步 反而一点安排没有 若是此次 针对的是自己 可能会糟糕 此话一出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一时间 陷入了沉思中 李浩继续道 这些出去的人 如果是迎越的 需要脱离大道宇宙 独立行走 否则 很容易被发现身份 而且 以初中皆帝尊之力 行走各方 安全也没太大的保障 随身带着虚戒 也很容易暴露身份 当然 那得遇到顶级强者 李浩看向各方 此刻 倒也有人主动开口 出乎预料 不是李浩预期中的红杉木 这些懂事的家伙 而是平时专门喜欢反着干的南拳 此刻的南拳 依旧还是三阶巅峰 但是 四阶应该差不多了 李浩看了一下 差不多快了 这时候 南拳直接道 我们一起去吧 留在银月 留在大理 其实都没啥用 都成帝尊了 一天到晚的 还在这窝着 这一次 一个八阶 咱们所有人联手 结果 连阻拦瞬间都不行 太废材了 大家都出去走走吧 掌掌见识 上次倒是走了一下天方 可也就走了一段时间 没见识太多的强者 很遗憾 既然银月短时间内 不会跨入器件 那咱们留下来 其实作用不大 南拳大大咧咧的 笑呵呵道 都洒出去 就如当年的银月行程 咱们这些武师 都各奔东西 关键时刻 多少还有些作用 现在联手 连个八阶也对付不了 还不如发挥一点作用 将帝尊的机会 留给一些小辈吧 成了帝尊 占据了大道宇宙的 帝尊名额 而今 小辈也有不少 合道境存在 可惜 名额满了 很难再诞生新帝尊了 除非 银月能跨入七阶 不入七阶 大道宇宙的帝尊 就这么多了 而此刻 雷帝也忽然道 我雷界的一些帝尊 也受过考验的 上次李浩道友也看到了 不坚定地都退出了 能留下来的 都是信得过的兄弟 而今 闲着也是闲着 既然如此 不如让一部分雷界兄弟 也走出去 反正大道宇宙没了 森兰帝尊也道 我森兰监狱也一样 当然 我这边能信得过的不多 但是放心 我会挑选一部分信得过的 值得信任的帝尊出去 他们都看向李浩 既然要安排人出去 他们的人也行 如今 留下来 都浪费了 而且 那些帝尊 其实也不太自在 不自由 遇到了危险 还得躲起来 还不如送出去闯荡一下 反正外遇很大 散修很多 多出一批帝尊 分散到了各地 压根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 能走到帝尊这个地步的 也没几个真的是白痴 李浩心中则是想着 心武 心武 其实很多帝尊不在 很可能出去了 也许至尊也有一些安排 不止心武 包括龙主那边 其实也将很多弱小一些的帝尊 散落了出去 当然 混沌一族 比较显眼 主要还是收编的一些人族帝尊 那混天霸主也在东方安插了大量人手 他虽无争霸之心 可不得不说 一点准备不做 迟早被人吞了 这次的意外遭遇 让李浩多了几分警醒 胡商人意 人有害虎心 走到了这个地步 不是你说 我想和平了 就可以和平了 李浩微微点头 先去中世界联盟城 好好商量一下 等安排好了 将此次收获消化了 再做具体安排 众人不再多说什么 纷纷朝着九号联盟城飞去 九号联盟城 此刻 那城主晚秋帝尊 心情很复杂 此刻的他 又惊又怕 怕什么 怕轮回知晓一些情况 此次 人王被围攻 是他将消息转达给了李浩的 实际上 之前李浩他们压根不知道战斗爆发了 结果 晚秋帝尊也没想到 最终会导致四位八阶陨落 七阶也死了一批 这要是被轮回帝尊知道了 能放过他 别说他了 整个中世界联盟都得倒霉 此次 若非他透露了消息 说实话 人王可能真要栽得大跟头 可事前 他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更没想到 李浩这伙人 真杀死了多位八阶 更没想到 轮回会投靠了混天 召集了足足八位八阶 这要是被知晓了 何止轮回 混天世界 都得灭了他们中世界联盟 可是已至此 晚秋只能寄希望 消息不会外泄 李浩他们是自己发现的 而不是我告密的 要不然 真要完了 别说自己只是六阶 就是到了八阶 也承受不住各方的抱负 惶恐不安 哪怕战斗此刻已经停歇 他还是惶恐不安 何止他 整个中世界联盟 一些核心成员 其实都很惶恐 因为他们是知道一些情况的 也知道 消息可能是自己这边外泄出去的 因为之前的消息 就是从他们这边传播的 然后 很快晚秋帝尊 发出了一些属于高层才知晓的讯息 寻找万化帝尊 银月王寻求合作 而银月王 没多久就 跑去沙伦回帝尊他们了 这要是不是晚秋说的 他们死也不信 关键是 现在不是卖了晚秋 就能平息的问题 是整个中世界联盟的体系 传讯体系 对一些大世界 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以前大世界可能不在意 这次消息一旦外泄 那些不在乎的大世界 霸主势力 甚至可能将这些中世界 全部摧毁 让你们沟通内外 要是能卖掉晚秋 换来太平 大家不介意这么干 关键是不可行 所以 此刻 整个中世界联盟核心成员 都惶恐无比 又焦躁无比 很麻烦 李浩一方麻烦 心无麻烦 轮回也麻烦 当然 现在轮回跑了 暂时不会有太大麻烦 就在晚秋帝尊 还在惆怅的时候 脸色微变 下一刻 瞬间恢复恭敬 晚秋恭喜诸位前辈 大获全胜 不管心里怎么想 此刻 这群人是赢家 既然如此 东方如今他们称霸 中世界联盟虽强 可再强 也不可能匹敌这群人 自然只能俯首低眉 之前还有轮回这群人抗衡 现在 轮回跑了 急兵急剑 能斗得过这群凶残的家伙吗 难 虽说八阶还有不少 哪怕被摧毁了不少八阶世界 还有十一家八阶 世界存在 还有足足十五位八阶帝尊存活 可十五八阶 又如何 能齐心吗 能全部奋起抗衡吗 星五和银月两伙人 八阶帝尊 而今也有不少了 客气了 此次还要多谢晚秋道友的情报 李浩带人出现 笑容满面 若非你告知 我还不知人亡被围困了 更没料到 居然出动了足足八位八阶帝尊 真是出人预料 差点就栽了跟头 幸好 老天保佑 老天保佑 扯什么呢 是你们太狠了 晚秋帝尊无言 不过很快找到了话题 急忙到 前辈 联盟这边 万化长老有了回应 很快会赶来 和前辈商讨一些合作之事 不止万化长老 还有我联盟中 其他几位核心长老 实际上 消息也是 刚传递回来的 在这之前 万化帝尊 到底有没有收到消息 不太清楚 但是 等轮回跑了 李浩他们杀死了 那些八阶帝尊 这位平时神龙剑 守不见尾的万化长老 给了回应 很快会来 到底是被吓到了 还是说 真的只是刚收到消息 晚秋也不好判断 但是 此刻的他 自然不会这么说的 李浩文言 也是面露喜色 那倒是多谢道友支持了 刚好 我们也需要一点时间 消化一些战斗所得 暂且就在此地逗留一些时日 讨扰晚秋道友了 不敢不敢 前辈们入住九号联盟城 也是晚辈的荣幸 他余光看向李浩身后众人 暗暗则舌 都是一群凶残之辈 可惹不起 此刻 李浩好像想到了什么 问道 对了 之前那和轮回帝尊一路的那位昆鹏巨兽 晚秋道友 知道一些信息吗 晚秋一正 还是很快回到 不太确定 但是如果是混天一方的 应该是鹏城大帝 早些年 就和混天帝尊联盟 后来混天帝尊进入了九阶 对方也成了混天一方统治混沌一族和妖族的领袖 混天帝尊是人族 一部分混沌一族和妖族都不太愿意臣服 有鹏城大帝在 起码名义上好听一些 李浩微微点头 那位混沌巨兽 实力不弱 八阶之力 倒则大概在四千左右 不如人亡 但是在八阶中 不算弱小的一批 弱小的 得看雾山他们 好吧 有些打脸 李浩自然不会说出口 此次 轮回戒狱 能直接挪移走 若是没有 这位八阶混沌兽 根本不可能那么轻松 那轮回戒狱 这次可能会覆灭 不得不说 这时候 八阶混沌兽的作用 就体现了出来 进可攻 退可守 可以带着世界直接走 而轮回帝尊他们这些八阶 虽然也能挪移 但是速度极慢 龙主是八阶的混沌兽 之所以问一句 也是想看看 会不会和龙主有些联系 毕竟都是混沌一族 道友对西方还有了解 中世界联盟 倒是情报不弱 李浩感慨一句 晚秋帝尊心中一惊 急忙到 只是一些顶级强者 在混沌中都有些名声 才知晓一些 距离太远 我们其实也只是道听途说吧 李浩只是那么一说 见他一副受惊的样子 失笑道 道友误会了 并无他意 对了 此次能解决一些麻烦 也有赖于道友提供消息 道友的大道宇宙 若是仅仅只是 需要一些大道之力 便能跨入七阶 也许 我可以帮一些忙 眼前这位 也是一位世界之主 大道之主 具体能否跨入七阶 李浩不清楚 若是只是单纯的 需要一些能量 不得不说 对方的一个情报 就值得李浩去给这些能量 甚至人亡知道了 也不会小气 没有这群人的情报 李浩也未必能及时赶过去 晚秋帝尊心中一喜 合适吗 我能开口吗 对他们而言 他们毕竟只是六阶 别说八阶 就是七阶帝尊 也是他们仰望的存在 想杀死一位七阶 去填充自己的大道宇宙 开玩笑 那么容易杀死七阶 他们自己就是七阶了 只是 和一群恶人 需要好处 会不会活得不耐烦了 还有 让我跨入七阶 会不会把我当猪养了 养肥了再啥 心中思绪万千 可七阶的诱惑 还是让人无法自拔 他有些为难 有些挣扎 最后 还是小心翼翼道 那个 若是 若是前辈能 能为我提供一尊七阶帝尊师身 和大道之力 也许 李浩一正 只需要一尊七阶帝尊之躯 他扭头看了一眼 钱无量和红一堂 两人面无表情 就当没看到了 别看了 能一样吗 银月晋级太快了 这是其一 第二 他们底蕴不足 浪费了不少 第三 他们是双道宇宙 不是单道宇宙 第四 眼前这位 不知道停留六阶巅峰多少年了 也许只差临门一脚 显然 是明白李浩意思的 看看人家 一尊七阶帝尊师身 和大道之力就行 可银月 吞噬的七阶宇宙 都不止一个了 还有无数的大道之力 无数的大道结晶 而晚秋帝尊 还以为自己狮子大开口 惹怒了眼前众人 急忙道 前辈若是不方便 也没关系 是我奢求了 李浩笑了笑 不是 只是 算了 一尊七阶帝尊之躯 他想了想 开口道 我这次 还真没杀七阶帝尊 星武倒是杀了不少 给八阶的 有些浪费了 人家只要七阶的 想到这 李浩回头 看向天极 天极前辈 劳烦你跑一趟星武吧 讨要一尊七阶之躯 愁谢晚秋帝尊的情报 人王大概也会答应的 只是小事罢了 七阶之躯 又不是大道宇宙 无所谓的事 天极文言 也是撇嘴 让我跑路干嘛 真是的 我怕我回去了 会被揍 可李浩都这么说了 他只好气气哀哀地 硬了一声 有些郁闷 拉着一脸不情愿的怀王 一起走人 一个人 他可不乐意 带上怀王一起 而晚秋帝尊 也是惊喜无比 这 真能要来 之前还忐忑 又后悔为这些人 提供了情报 此刻 却是早就将这些 遗忘在脑后了 谁还在乎这个 能入七阶 自己也算是 走到了混沌高层 能入七阶 谁还在乎一点危险 多谢前辈 应该的 不用客气 李浩笑道 那我们就暂且落脚一段时日 等万化帝尊来了 道友可以通知我 一定 李浩不再多说 带着众人 消失在了原地 此次 收获不小 趁早消化了再说 老师若是能趁机跨入七阶 对李浩而言 也算是少了一桩心事 七阶 小心一些 在混沌中 哪怕在外遇 也能活得滋润了 七阶帝尊外出 正常情况下 只要不是大仇 八阶帝尊 也不会故意找你麻烦 而八阶 就是如今混沌的天花板了 至于九阶 目前也只是据说 混天跨入了九阶 是否是真的 都有待商权 这一日 李浩他们开始了闭关 星武 也没任何动静 显然也在吸收 消化这次所得 而急兵各界 这一日 一群帝尊狼狈逃回 刚逃回来 就听到了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死了一群帝尊 覆灭了几界 轮回逃离 星武和银月两方 八阶帝尊 足足七位之多 虽说 剩下的十一阶联盟 八阶还有十五位之多 远超两方 可是 真能全部齐心协力吗 就算可以 后面的龙主 他们才得罪了 一旦内外夹击 那怎么办 上次 龙主就和双方 有过一次合作的 那时候可就真麻烦了 一时间 这些八阶帝尊 也是痛苦无比 对于东方 为何会瞬间局势逆转 让四方域的外来户 眨眼间占据了绝对优势 他们自己都搞不懂 不得已之下 这些八阶帝尊 只能迅速挪一世界 尽量凑到一起 一部分七阶世界 也迅速开始搬迁 尽量完成一个大联盟 以防被星武他们一一攻破 整个东方迅速完成了融合 速度之快 出人欲料 与此同时 消息也在迅速传播 南西北三方霸主势力 很快便收到了情报 东方轮回战败 投靠了混天 四方域走出的星武 银月占据了东方 东方可能要崛起一方霸主了 西方 尽头 一座庞大无边的世界 一位看起来很普通的中年男子 此刻也在遥望东方 许久 倾笑一声 没想到 继天方之主之后 四方域中 走出的人 倒是再次掀起了波澜 对于此次失利 他也没太过在意 未必就是坏事 自己的人 没死 轮回正在朝这边迁徙 反而会壮大西方之力 只是没办法和之前一样 前后夹进南北了 当然 轮回那人 不到万不得已 未必会真的那么听话 现在 反而是好事 那群人 将轮回避得无路可走 对自己而言 的确是好事 他话音落下 身旁 一尊看不出身影的强者 缓缓道 天方之主 可比他们强得多 号称当年的第一强者 九阶的巅峰 空间一道的王者 目之所及 随意挪移 瞬间抵达 强悍的不可思议 只是这么一说 混天帝尊笑道 毕竟那是老前辈了 而今 四方域走出的 都是后辈 能有这样的成就 已经很了不起了 还有那龙战 早些年 其实见过一次 当年就觉得不简单 而今 也证明了我的眼光 只是可惜 那龙战 一心要将混沌一族 带上崛起之路 可是 这个混沌 毕竟还是人族的天下 哪有那么容易 微微摇头 龙战的路 太难太难 放下混沌一族 也许还有机会 想带着混沌一族 凌驾于人族之上 难如登天 据说 那银月王李浩 修时光一道 混天帝尊若有所思 看向南方 春秋那家伙 也号称修炼时光 可我知晓 并非真正的时光 只是一种独特之术 你说 春秋是否会率先 对东方发起进攻 要不我去 暗中秦南那位银月王 黑影回应了一句 混天帝尊思索一番 摇头 暂且不要乱来 东方那边 天方未必会回归 可是 天方界的强者 也许会陆续回归 此人从四方域走出 涉足时光 也许是他们回归的关键 我虽不知具体内情 但是 我曾收集到一些情报 此人和天方 关系很大 不要乱来 目前 这些无法回归的九阶 还不是 我们可以招惹的 黑影点头 让春秋试试看 混天帝尊笑了笑 点点头 当然 春秋未必会那么傻 去尝试 但是 也许受不了这样的诱惑呢 时光啊 号称真正的九阶王者 无敌天下 这话 可不是他们说的 而是西年的天方之主说的 后辈不知 混天也算老资格帝尊了 他是知道的 他甚至见过天方之主 他也见过 那一位为无敌天下的九阶帝尊 在天方之主跟前 也只能黯然失色 那位 那个时期 真的无敌天下了 可依旧说 时光 万道之王 真有人 可以修成时光吗 还是说 只是类似罢了 和那春秋一样 只是一种特殊之道 都会有什么意思呢 这种特殊之道